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每次只要进入到高原地区 这个仪线也就发作了 前两天去医院检查 我那个血糖值到了22点多 医生跟我讲 他说你这个情况随时都会分厥 然后我也吃了点药 然后最近这个血糖就降到了16点多 就是我下的症状 就是这里很干 然后每天需要狂喝水 焚身没有多少力气 然后最主要是我整个脑袋是木的 只要一切发作我整个脑袋 就是都是晕的这么一种状态 也不知道这种反应受到非常吃饭的 这么一种情况 医生跟我讲 他说如果你的血糖值再降不下来 我是昨天去复查 他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这个血糖再降不下来的话 那就要打胰岛素了 这句话把我吓坏了 所以我就想着赶紧休息一下 调养一下 刚好五个也在家里面 所以想去五个那边玩几天休息几天 这个是我在路上买的菌子 也不知道这个菌叫什么菌 他们说这个好吃的 然后这个是鸡种 我菌那边还有一只鸡 待会我就把它拿了 然后五个说要带我进山采蘑菇 四山的天气虽然很热 但是在凉山的树荫下 还是挺凉快的 而且蘑菇沉密沉密的 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如果下雨的话 那这个蘑菇就可多了 走 这边是我们供应链的一个打包的仓库 这边也是打包的仓库 李总 马总 这位是小李总 大李总不在 那今天出去了也是 出去有事 大李总之前在我镜头里面出过去 就是帮我做金方忙 鲜事剂 还有凯特忙的 对吧 然后我们店铺里面的石榴 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店铺里面逛一逛 正常给大家交付 可以没问题的 我们反正每天把脂肪量的给他发走 对对对 然后我得去厨房那边把我那只鸡拿走 走了 好 咱们现在去五哥家里面 到五哥家里面了 五哥你帮我提 这个可以吧 来 年色不好 对 你怎么那么晚才来 我去一人做下检查 等你吃中午饭 来我来我来 等你吃中午饭了 嗯 检查结果怎么样 17 学长17 昨天16今天17 那不行 那明天我带你去全面检查一下 救我救我 这个我能不能吃五哥 能吃啊 上面还有点多就是不好摘 我摘住下来 我先把洗衣给你拉上去啊 等我一下嘛 朋友们看他们这个龙眼啊 他我们以前吃龙眼是把那个大的吃了 那这种这种小的他又长上去了 他们这边的龙眼好甜啊 我不能多吃吧 好吃一点吧 好 嗯 嗯 好香啊 姐姐 好香啊 哈哈 哈哈 这边龙眼是真的很甜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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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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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